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我們的主委,各位官聯,各位媒體朋友,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主委一下,請部長 我們請陳主委 江偉,你好 部長,剛才你講的 林露集,跟那個做水利書 現在都沒有在農業部嗎 未來都移到環境資源部 環境資源部,雖然好像聽起來有點道理 但是農業部不管這個森林 我覺得很奇怪 資源當然很重要,農業部你這個 有關於這個農村,這個造林啊等等啊 還是有關係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到那邊去呢 這個是上面行政院規定的嘛 就是說行政院它有一個整體的考量 它是站在整個國土的管理 水資源的管理,它的整體的考量 水利書,你說到那邊去 水利書 你這種這個,林露集啊,有關於林露的方面 你是農業部不管,弄到資源去了 對不對 蛤 你弄到資源部去了嘛,對不對 欸 對,它是整個移到資源部 環境資源部 這個恐怕要再思考一下 怪怪的齁 好,那我再看看,等一下再來談 我講到這個,因為已經移到那邊去了 那我現在講說你把林露集就移到那邊去 那你森鐵怎麼辦 他一起移過去 森林鐵路啊 我玩你最好,你現在就把森林鐵路燙索山里 就把它丟去 哈哈哈哈 委員,我們假如移到農業部我們也要請舉掌 但是這個,不是說農委會把它推出去 我曉得啦 是站在國家整體的考量 我曉得啦 當時那個高東部 我說你農民工部,工部當然沒了 他說你們負債的賣 但是這是負著這個國家的重大使命 這個不是以行徽來做的 所以跟本人講過,這個應該要 請真的要召開一個跨部會的這種這個回憶 要把這個所謂生鐵怎麼去處理啊 跟委員報告,跨部會議在4月19號,就是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4月19號都已經召開,然後提出來有幾個方案,現在兩個部會會密集的討論,那一定會有一個定案 前幾天我還問這個部長啊,他是說你這個可以委託他們做啊,我在出行他說他是個委託他做是可以的 但是喔,那個經費啦,什麼都還是要這個,當然現在還沒有移購器嘛,還是要這種這個農委會來負責任嘛 他是這樣講喔,他不是說全部移購器喔,所以這個要跨部會啦,跨部會來統籌嘛,因為這個錢太多了啦 你就說你要變成一個台鐵的租集的這種情形齁,租縣的這種情形齁,恐怕要300多億啦 是不是機長是不是這樣,三十幾億喔,三十幾億喔,我講錯啦,三十幾億啦齁,那這幾億蠻多的啊 所以現在,現在你們這樣的情形,有沒有說要跨部會把這個生鐵怎麼去處理 就是剛才跟委員報告喔,交通部跟農委會有一個跨部會的小組會來討論,剛才包括委員 這個齁,這個要好好去談啦,沒有這個生鐵齁,我們家裡就沒有生命啦 謝謝 沒事吧,我是覺得說齁,這個當然是涉及到這個,啊,這個一些的這種,這個,這種機民的生活等等啊 不然,這個阿里山人應該齁,休山齁這個兩年啦,不要給人家興趣啊 他才能夠把這個水土保持,把它弄好啊 所以這樣情形啊,我也不怕他們小組啊,這當然是說涉及到他們的這種情形 觀光當然兩年會犧牲啦,但是 給他這種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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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齁,能夠休養齁,是未來最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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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重要的一個一環啦 我們不能說看這個前面的啦,當然這個是要看以後怎麼再去做啦齁 但是我是認為說齁,這個生鐵齁一定要好好做 好好做就說怎麼跨部會把它好好做 不要說到時候齁,又又說什麼這個,其實在那裡講說,啊這個因為,你們啊這個什麼樣 你們因為說,啊這個因為給這個民營了 啊所以啊這個很多人都刨光啦,啊所以因此我們這一次的這個,這個所謂這個,這個宿幹啦 又又掉下來,又把這個所謂衝,把這個呃 觀光類車話把它這種衝掉齁,我是認為說齁,這個有影響啦齁 但是不是這個影響,因為怎麼,那這個又不是屬於駕駛的問題 怎麼談到說,怎麼這些沒有幹練的這個駕駛員,這個是胡說八道嘛 他是宿宿掉下來跟那個駕駛有什麼用,有什麼關係 對,委員說的是,沒有用嘛,講的,講的,胡說八道,講的一大堆的這種這個情形 齁,所以我是講來講去,還是希望說,我們把這個身體好好做 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寶嘛,對不對 好不好齁,是,不論在哪個部位我們都會,對啊,這樣好,不要多開花啦 阿里山絕對不能開花啦,我們最希望說齁,到阿里山去 呼吸這個深多精啦,然後晚上到我們家裡來吃我們的海產啦,這最好了 那我們家裡才能夠發展啦,當然就知道阿里山,環保也不好嘛,弄多亂七八糟的 然後你跟我們家裡就夠氣,我們都半價賽有啊,三價人都沒有啊,對不對,我想主委知道嘛 所以齁,最好以後就是,阿里山上去,看一看,呼吸這個紛多精,看看這個日出,然後晚上,到我們家裡來走一走 看我們這個醫政博物館,看我們的文化中心,看我們很多的這個林業村的要建立的嘛 很多,除了大家看介紹的,希望推動一下啦,好不好 齁,好不好齁,這個,好,這樣齁,那機長你請回氣齁 另外齁,我有講這個話,就是希望說齁,大家能夠,欸這個,我講的齁是 就是,我們這種這個,保障我們的農民齁,是一定的啦,我也是農民啦,我最近還在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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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到呢,我是農民,真的農民耶 齁,除草啊都我自己來啊,這種這個情形齁,但是我是認為說齁,很多這種情形我要保障農民啦,這是應該的 但是我現在就是上次我跟主委講過嘛,我們現在很多的東西啊都不能從大陸進來啊 為什麼不能從大陸進來,就是因為說啊,第一個講就是因為馬英九的八百多項啊,欸 這個可以改的嘛,這個假如說是家裡這種,家裡這個,這個整個我們台灣的,有產這一版以上的,影響農民的這種情形,你不能夠進來,我都反對,我都贊成 但是你會看到現在,大陸不能進來,大陸好的不能進來,然後到這個澳洲,然後到這個美國,然後到加拿大,用他們這個基因的,有基因的進來,這個好嗎? 不要齁,用這個所謂齁,常常永久馬英九,八百多項不能開放啦,我反對這種這種情形啦 為了台灣未來這種這個農民的,很好的我們,我們的這種這個,食品上的一種這個,一個一個,一個豐富的這個來源啊 不要說是把這個中國大陸啊,完全排斥啊,中國大陸來有什麼關係?不要影響到農民的錢有什麼關係? 我都不相信說農民進來,中國大陸進來,台灣就滅亡了,不可能這樣子嘛 馬英九所講的八百多項,他是天聖經嗎?要改進嘛,對不對?我們國際書意講就是八百多項,這是書意 馬英九的這種這個證件,他的證件可以改啊,為什麼不能改? 市長你講一下,為什麼不能改? 跟委員報告,這八百三十項,我們這個假如有特殊的資料,我們還有專案進口啊,譬如說一米 專案進口就不行啊,你現在從加拿大,從美國進來很多啊,但是當中的道理就不能進來啊 你知道啊,我跟你講喔,影響到這個紀頭,錢一頭,這些啊,在這個,美國的,在加拿大陸進來的,都是喔,那些壟斷集團啊,都是他們在賺錢啊 你們都沒有想到這種情形? 他就是壟斷啊,整個都他在壟斷啊,錢賺了很多啊,你有什麼辦法?沒有,因為你保障他嘛,只有他從那邊可以進來嘛,對不對? 啊,專案沒有辦法,我問了市長,他就專案不能進來啊 他可以這個,全世界啊,開放的,都是全世界可以進來 對啊 那大陸是例外 為什麼例外? 因為我們 大陸會死人啊? 啊,大陸啊,他比較近啊,而且相對的 相對的他的這個量啊,還有成本啊,比較低,所以基於保護的理由 保護什麼?請問主委 保護什麼? 保護我們農民啊 農民,我舉一個,台灣都沒有生產的,怎麼保護農民? 我說,假如說台灣有生產的,我絕對一定要保護我們農民 台灣沒有生產的,從美國從加拿大進來,來維護這些壟斷手,給他們賺了很多錢 然後從大陸,沒有基因的,非常好的不能進來,說喔,大陸進來的會非常高,貴,這個價格非常貴 我跟你講啦,什麼講,實際上就講,只要台灣的農民啊,台灣的人民啊,有益的這種情形,什麼都可以做啊 主權把它保住啊,什麼都可以做 不是說什麼這個,總統所講,巴爾州上都不能進來,為什麼不能進來? 不是這樣嘛 他沒有生產,他沒有生產,為什麼不能進來? 政治承諾以外,同時呢,也是考慮,保護我們的農民,保護我們的農業 不是啦,我曉得啦,你們都是總統這樣講嘛,我曉得啦,或是怎麼樣你們故意講這種話嘛,我不曉得嘛 保護農民,他這個比如說我跟你講,蕎麥都沒有嘛,我們這邊要進來,都沒有生產嘛,為什麼他不能進來? 我請問一下,考量,市場,或者是影響,我們都有所謂專案進口 專案,都沒有嘛,專案,都沒有啊,專案 志偉,你保證能夠有專案嗎? 藝民就有專案進口過 藝民,對呀,沒有錯啊,有的是可以,有的不可以啊,為什麼有的可以進口,有的不能進口 就是他要做整體的考量 什麼整體考量 台灣就都沒有生產啦,還要考量什麼啦 一點影響農民都沒有啦,還要考量什麼嘛 經濟啊,是要隨著這種各種方面去變動啦,不是說,講了之後就動在那邊啦 也不是說政治的因子啊 政治不能影響這經濟的發展,不能影響我們民生的這種,這個未來的一個,取得非常好的一種,量,品質的這種情形啊 不是,你假如說誰啊,你跟他講啦,我會跟他講啦 經濟、政治啊,都是政府的立場啊,都應該通盤的來考量 通盤考量,都沒有通盤考量嘛,那要通盤考量 對不對 所以 我講這個話我是怕啦,你跟誰講我都不怕,你跟總統講說我反對我也不怕啦 對不對,你說給誰講我都不怕 我是為了我們人民,為了農民,我什麼都不怕 什麼人都一樣,又不是皇帝 開玩笑嘛這個 我希望能夠檢討啊,不然我天天講 我也不怕你把報紙講出來都沒有關係 說我江義雄,台灣 農民沒有生產的,應該從那裡都可以進來 不是隨虧禁止的 隨虧用這種禁止 不是 不是這個馬總統一個人 不是啦,我是啦 830項為什麼有830項 也就是我們接 這個政權以後,他留下來就是830項 你怎麼改啊,為什麼不能改 那為什麼以前會管制830項 那也一定有他的道理啊 政策就在裡面啊 每一個決策都有他的這個歷史背景 跟他的考量嘛 那我們認為830項是應該繼續來管制 不是這樣啦 大家也有這樣的共識 你說這樣啊,不一定會心肝啦 不然這麼補充,你把你做也沒問題 你說這樣,不一定會心肝啦 跟他跟沒有關係 我就是人民啊,你什麼都不怕 我不幹這樣立委都沒有關係啦 但是我認為這個要講啦 我不是我為過年啦 我所講的 我沒有在做生意 對不對 我不拿任何人的這種這個東西啊 連一品礦銜水我都不會拿 就是在這種情形啊 對不對 檢討一下啦 不要說這個八百多項都不能進口啊 為什麼不能進口 只要能夠我們的人民能夠有更好的一個享受 更好的品質,為什麼不能進口 對不對 那不多了啦 這講了一個什麼政策就是不能改 那又有法律都不能改喔 法律也不能改喔 法律也不能改喔 是不是這樣情形 所以我是以重心腸啦 你不敢講 你跟我講 我跟著一講都沒有關係啦 沒有那個不能講的 所有的公共政策 都可以公開的來討論 講這個都沒有用啦 謝謝委員 你講的話都是比較嚴法 我曉得啦 我根本講不過你嘛 你生氣也沒有用啊 對不對 委員不要生氣啦 不是這樣啊 親氣對於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都沒有辦法 身體不好是 拜託主委拜託市長 好好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誰講的你說江義雄講的沒有關係 報紙就看出來我江義雄講的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 無所謂的 為了人民 為了農民 死都不怕 我孫子這樣這種情形啊 好不好